大家好,我是崔凯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清代官邀词义的辩文 在绘制较长的线条的时候 康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有些时候我们现在的房品不为关注 也就是房品上面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 也就是康熙时期 无论是绘制文饰的开工线 以及整个文饰里边需要长线的部分 还是要绘制这样的鞋纹线 尤其是用手工绘制 不是原作器像这种方形器物的这种鞋纹线的时候 它的线条呢只要画得很长 都是用一两公分左右的短线 然后笔笔相接 也就是头尾相连形成的线条 那么一根长线呢 是用若干的短线来形成的 起笔藏锋落笔回锋 再起笔藏锋落笔回锋 形成的短线相接的这种效果 是康熙的特点 无论是横向的鞋纹线 还是开光的竖向的分割线 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笔触和笔触之间 衔接是叠压的状态 甚至衔接的感觉呢 是非常明显的 每一个笔触都清晰明朗 每根线条和线条之间的接笔触呢 都有明显的接笔现象 所以呢 这是康熙的一大特点 以后大家看到 这样的长线条 在康熙风格的器物里面出现的时候呢 都要仔细看 它是否是用一两公分 或者是两三公分长的短线阶程的长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间谍技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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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